华山延城站庆祝建站十二周年 邀请十二位不同生肖的长辈和十二位义工 一起完成十二生肖提灯 长辈们都将满满的心愿和祝福写成卡片 细在提灯上 象征华山延城站的善心 能够照亮每个需要被照顾的独居长辈 我们一起小圈片播出来 盐光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台前表演儿歌 同志的歌声和天真无暇的脸庞 让每位华山长辈都看得好开心 即使脚痛也要来参加建站十二周年的活动 因为他们都受他们的照顾 有这个心就要来 所以要谢谢他们 接着由十二位义工和十二位长辈 一起完成小提灯 看看每个提灯上都标示不同的生肖 因为每位长辈刚好都属于不同生肖 由于他们受到华山长期的照顾 因此把满满的心愿和祝福写成卡片 细在提灯上 希望能够照亮更多长辈 我今天做这个灯笼 做这个 可以说永远的光明 永远的照亮大家的老人 和长辈们一起为严城站庆生的 还有这一群小义工 来华山陪伴长辈 藉由各种生动活泼的活动和长辈互动 了解长辈的需求 也给长辈不一样的感受 为生活添加不同色彩 做这个活动会让我学习到 要怎么去跟爷爷奶奶他们互动 我们这些小孩子长大以后 也要跟他们一样贡献 从现在开始照顾他们 然后能够让他们也幸福快乐 让我们这些老人家感受到 孩子们给他们的温暖 这次也请了12位不同生肖 照顾了不同生肖 12位长辈参与 做了12生肖的灯笼 这意义真的很重大 象征每年华山都有新的长辈 在协助在照顾 像一个城堡 华山基金会已经在全台成立 377个爱心天使站 每个站守护100位老人 希望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精神 建立社区互助自助 打造长辈第二个家 港多新闻张世民 蓝昌邦采访报导 约立社区互助自助 好了